小立委因为首被夹伤送到大医院急诊 引发各界对于急诊轻症就医的讨论 而根据健保署的统计 去年急诊验伤分类当中 属于轻症的第四级跟第五级 就医人次就超过106万人 占了整体急诊病患大约是一成五 也就是说大约每期为急诊病患当中 就有一位是轻症 主要原因以吸腿 手部或是头部损伤 还有呼吸道感染为主 医改会调查也发现 大约有六成的民众 是因为假日诊所没有开着 或者是找不到其他的就医管道 才会上急诊 另外还有三成的民众 是因为没有办法判断症状的轻症 也会选择挂急诊 来到急诊室医护人员忙进忙出 急着处理病患 民众逼不得已挂急诊 多半状况十分危急 不过透过减伤分类来看 去年一整年 每七位急诊患者当中 就有一位属于轻症 天气变冷 所以比较多都是一些感冒 上呼吸道症状 那当然也是有蛮多就是肠胃炎的 拉肚子啊 或呕吐的一些情况来挂急诊这样 周末和礼拜天 其实病人会变得特别特别多 那原则还有一个很大原因就是 对门诊没有 那诊所很多也没开 根据健保署统计 去年急诊减伤分类的就医人次 第一级需要立即处理的复苏急救 占了19.1万 二三级危急和紧急诊度 则分别为73.9万 以及479.2万 至于被归类为轻症 不必立即处理的第四级和第五级 6万人次 而轻症病患多以膝部小腿 表潜性损伤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不明原因发烧 或是手和头部有开放性伤口 以及腹痛骨盆痛为主 民众假日会去看警诊的话 大概有六成的原因是因为说 他们不知道假日哪个诊所有开 那有将近三成的原因是说 他们没办法判断说 自己的病情的轻或重 无法评估症状轻重 加上假日找不到其他就医管道 才导致轻症患者挂急诊的状况 层出不穷 尽管减伤四五级的警诊人次 已经逐年降低 但依改会认为 应该要再强化家庭医师制度 先从基层诊所评估 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记得沈四凡黄明胜特别报道 台湾长荣中学 创少134年了 也是全台湾第一所中学 但如今这间百年老校 受到少子化的冲击 开始出现资金危机 在今年八月份 先是有教职员全面减薪 如今又有老师在脸书上爆料说 校方宣布 不发12月跟1月的薪水 引发恐慌 而对此校方回应 的确是有财务上的困难 但是目前还在努力的筹挫资金 受到少子化冲击 台湾斯立长荣中学 出现财务危机 有老师抛文爆料 指控校方宣布 不发12月和1月薪水 还要教职员不要发文 破坏学校名誉 实在离谱 把学术研究费跟专业加紧的这个部分 依照当初发放的聘书 根据合约的部分 应该是要领到全新 所以我们相信 学校这个部分 他会愿意偿还 这些教职员工 先借给学校的这个部分 教职员为了自救 组成教师会力保全益 而爆发争议的长荣中学 在1885年创校成立至今134年 是全台第一所中学 但百年老校因为少子化影响 早在8月份就曾爆发 教职员全面减薪风波 目前也还没有到发新的日子 如果可能要延迟的话 我们也会提前告知老师 但是我们希望 一切都能够顺利的来解决 面对老师指控 校方坦诚的确有财务困难 但会在发新日前尽最大努力 只是对200多位教职员 来说不止代电的研究费 没着落 未来两个月还可能领不到薪水 这年要怎么过 记者黄夫奇一看报道